手上那个蓝天蓝 叫响那个黄土花 撒下的那个是种子 收获的那个是希望 诗诗呆呆地 期盼足足卑卑的梦想 加油两心不慌 名符有过云墙 永只会走出一条 抗壮刀用双手 握起新农村的一轮照 哎 一轮照遥 这个村子里生态旅游这块 这个也是个重要的项目 是 这个啊 灵芝和我都已经商量了 娃娃们嘛 也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听说灵芝这个公司啊 还是田田给起的名字嘛 叫啥 惠山河旅游文化公司 这公司别的不搞 只搞那个金水河后山 和秦俭的那个传统手工艺 这叫一条河 一座山 惠神画 惠山河 名字还挺好 这都啥规划嘛 对于咱们现在这个 金水河工程呢 其实就是引济河水 到咱们金水河来 然后这样就把咱们 金水河水源稀少 水域不足入地给解决了 那我们既然已经 把济河水引进来了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 基础上把它做得 更好 更美呢 让它能够不仅仅解决 周围浓业用水的问题 还可以把它做成一条 流藤的金腰带 这个啊 我和灵芝 她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打算 在三年之内 把后山通讯旅画 把金水河两岸 打造成古朴自然 绿色生态的旅游观光带 叔 其实呀 我们可以把这个 特色民俗引进来 民宿 民俗 还有这个民间的手工艺品 可以让咱们丰园 成为乡村旅游的亮点 我姐这个说得特别对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新型农业 科技农业 还有生态旅游业 一定是我们中国农村 未来发展的趋势 咱们不是有那个 中药种植场吗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那种 体验式的生态旅游项目 肯定特别好 好 听着就有前景 怎么样 支持一下 我规划得有点大 我回去跟村委会商量商量 还商量商量 这咋能够一个人说算了 对对对 再想想再想想 好 好 这天天跟打了鸡血似的 我这真是 哎呀 哎呀 他们的管理呀 很科学 你看看啊 分算包单 我们家那口子说了 不干完 不让回家吃饭 哎呦 你才干多少 你看今会给我分了多少 我就骂了闷了 那你说 这不就养个羊吗 是个这么天天着急忙忙的 这真爱你 这轩啊 上羊链 我已经没回来 是吗 这养羊呢 是秀轩的主持 哎 你说咱们一不留神 是不是掺和到这个 这个徐安他们家的 内部矛盾里边去了 不是 你说你说 你说 你说他们两口子弄意见 你说自己弄 叫人打个战士吗 你瞅瞅 你瞅瞅这这这这 这这这弄得无言张气 你说 我真是 你说一遍 你说一遍 放开店 您俩抢啥呢 赶紧好好干活 我 我们俩夸你们呢 夸啥了 说来听听 夸我媳妇能干 太能干了 那是 你知道人秀娟咋说 别看我们老浪 我们这些老婆娘 能顶半个天哪 就是 你们看看 这多大一个厂房啊 就我们这几个老婆娘 硬子给收拾得亮亮堂堂呢 这想想呀 跟做梦一样 这老婆娘也能顶半个天 多不容易啊 一大片天 行了 干活嘛 教学了一辈子的干嘛 行了 你赶紧的啊 媳妇 你就是我整个的天 你就是我整个的天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你去给你夹个鸡蛋 你去给你夹个鸡蛋 那儿那儿 扫干净了吗 那个脚啊 对 别落下那扣了都 打他们这的嘴 打他们这的嘴 打他们这的啊 我觉得呀 学安叔肯定是年纪大了 思想跟不上 要是哥以前啊 这种事她肯定是冲在最前头的 你们说 这到底行不行啊 这规划 我可是辛辛苦苦弄了一年呢 我觉得没事 我估的主意没问题 甜甜 要不然 你给秀娟阿姨打个电话 让秀娟姨 给学安叔吹吹枕头风 学安叔那边 归根结底 还是要听秀娟阿姨的话 你跟我秦天姐 你俩谁听谁对啊 那归根结底 当然是甜甜说的 记住你说的话哦 喂 妈 跟您说个事啊 啥事 你说 林芝阿姨啊 要回来开个公司 是个旅游公司 专门开发厚山河精水河的 我们都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 可是我爸呢 好像很犹豫 他今天晚上回来 您敲打敲打他呗 开发厚山 开发厚山 这事就交给您了啊 那 喂 喂 今天都干啥了 咋这么累啊 我下午上 线上 买了一百只羊羔 你咋今天就去买了吗 还买一百只 那这后山就这么点地方 养得下一百只羊羔吗 养得下 不是说了要可见吗 那我也说了 那我也说了要等我回来 村委会议议才能把地批给你们吗 那不都是程序吗 你还能不给我们呀 那程序归程序嘛 那程序也得走嘛 你咋能先干吗 咋了 不会是有人惦记那后山的吧 啥话嘛 没人吗 那 后山 就是我们的 啊 那 是吧 乖灯睡觉 你来了 看看咋样 啊 这没多少日子了 咋弄成这样 我们女人想干点事 也能干成闹 秋军啊 你不是听到啥话了吧 没有啊 你不是有啥事 瞒着我呢吧 那咋会嘛 其实啊 我这一摊子事呢 你先回去吧 我呀 我说其实真有个事 我啥都不想听 我现在啊 心里只有我的羊 对了 我们已经申请办那个 枫园养殖合作社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请杨玲的园艺专家 专门给咱们的后山呢 和金水河 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这儿呢 我准备建一个望山亭 下面呢准备做一个 自助游的营地 现在这城里的这些娃娃们啊 都喜欢自助游 建了营地之后啊 就方便他们过来了 这儿呢修两条 剑步长路 下边呢准备修一些窑洞 做农家乐 这样游客来呢 可以品尝一下 我们当地的一些美食 像什么雪条面啊之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来 多看看吧 来 多看看吧 就是这个 营之啊 这个后山啊 整体规划 还是要慢慢来嘛 怎么了 是对这个规划图不满意吗 这我可是请了杨丽的专家 专门做的一个方案 而且因为我们要治理金水河 县里也是非常支持的 金水河没问题嘛 那给你想咋弄就咋弄呢 那是后山有问题啊 后山 后山大嘛 哦 一座山嘛 这个要规划的话这个 还是要再商量商量 慢慢来不急嘛 哦 轩哥 嗯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让你这么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我们可以 直接说嘛 你这个规划呀 挺好的 没啥问题 不过我这个 前天还在那个 后山累羊圈呢 你说 后山怎么会有羊圈呢 是这 你嫂子 带着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呀 准备在后山搞一个 养殖基地 是吧 那个 那个羊圈都已经 搭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看我们整个 这个项目的进展也是非常顺利的 我们的公司注册下来了 爷爷执照也拿到了 而且整个规划嘛 我没给你县里看过了啊 也都是非常支持的 在资金方面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和我哥呢 都会投一些 那么 现在看来是万事俱备 值钱东风了 这个东风嘛 我们还得问你 雪安哥来借啊 凌智妹子 你这个规划呀 是挺好的 不过你就别 为难你雪安哥了 好 雪安哥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找绣娟姐聊一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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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这个事情 还是我先去跟她谈一谈 好 那也行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那个 那个 秀娟啊 不睡吧 跟你说点事啊 啥事 就是你后山洋眷的事吗 这后山呀 它不是咱家的吗 是村里的 现在这村委会呀 这个商量这 要在后山 搞个整体规划吗 啥规划 那不是临时搞了一个那啥 卉山河旅游公司吗 他做了一份 这个后山河 金水河的整体旅游规划 说实话 那份规划 我看见了 凭良心讲 美得很吗 真要是按着规划 能够把这后山给湿到了 把金水河两岸湿到了 我跟你说 咱先不说这个来旅游的人 就说咱们 咱们将来想爬个山 那去后山 那美得很 这吃完饭 想在河边坐坐 那有个坐的地方 那是更美得很 后山那么大 我开个洋场咋了 耽误你们画山河了 话不是这么讲吗 他不是有个整体规划吗 这个有规划了 你说后山 你有这么一个洋场在哪 他 你不是答应我吗 要把那地批给我吗 是吗 我答应了吗 那不在家里答应的吗 这村委会还没批 也没盖章 现在这洋场说实话 不合法吗 我咋不合法了 让我写申请书 我写了吧 写了吗 然后交给你这大支书 请你们批 对吧 对着呢 我咋不合法了 现在不是两件事他撞上了吗 面面是赵秀娟 这事可难办啊 灵芝啊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可 哥 你说什么呢 这后山又不是我给自己拿的 再说这规划都是县里通过的 我有必要去找赵秀娟的茬吗 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怎么可能跟他去争风吃醋啊 我知道我知道 是 那谁故意给他找茬啊 但就是碰上了 现在 这事该咋办呢 反正我不管啊 我好不容易想干件事 你可不能给我毁了 没说毁嘛 就是跟你商量商量咱们再想想办法 不管咋样 这羊我是养定了 后山养不了啊 我就在咱家后院养 这后院咋养嘛真是 明天我就去 给我的合作社挂牌 啥合作社嘛 你咋还搞个合作社嘛 你不知道是吧 我干的事你都不知道 我都做合作社了 你也不知道 你关心过我吗 你关心啥呢你 不 你以为我养羊是干啥 我是为啥 我是为了咱闺女 搞扶贫工作 我带着咱们村的酸汤婶 金银花的 我们也是签了十几户贫困户的 你关心过啥 你关心过我吗 这咋能说我不关心嘛 你没跟我说要搞合作社嘛 我就以为你弄了羊圈羊点羊傻的 你这还搞合作社这么大的事情 雪安哥说回去跟他好好聊聊 我看聊不出个啥 要是别人还好说 灵芝啊 就算你心里没啥 可你不能保证他赵秀娟心里就没啥呀 他能有啥 当年是雪安哥选的他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了 你就给哥一个准话 这后山你是不是势在必得 那当然 好 我明天就给他秦雪安压力 他要使不给你后山 他那光复园我就撤死 哥不至于吧 你说我这一天天的这个合村之后多少事嘛 这个家家户户我都得管嘛 是 你管家家户户 就是不管我 我咋是不管你嘛 修雪不神情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咱家要没你拿成吗 那就是因为你这个对我好 你把家管得好 那我才能干这个知书 才能把咱这枫园新村这个 你少糊涂我 我告诉你啊 我雅雅可不是为了我自己 那我也想干点事呢 我是为了那十几户贫书库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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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神奇不神奇 我不让 成吗不让吗 不神奇不神奇不神奇 睡了睡了睡了 你干什么 不能睡 今儿晚上要把话说清楚 这不是说了不让吗 就不让吗 你去把我的申请书拿来 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给我批了 那这个工章在村委会呢嘛 明天再说书上 不行 不 今天起来 干什么 必须把话说清楚 今儿你别想睡 这这这不神奇不神奇 不神奇 我就跟你商量嘛 不不神奇 不不神奇 睡觉睡觉关灯 不能睡 我做了这么多年买卫了 我能不懂这个 我就是咋呼咋呼 我真扯子啊 我惹的吗 我倒觉得可以去找找秦田 勤奋他们 我跟他们挺聊得来的 再说他们对这个生态旅游相马 还挺感兴趣的 对 那秦田还是咱家未来的媳妇 我让小斌就跟他说说 如果他耽误了阵上 他俩的婚事就得另说 你这又扯哪儿去了 秦田跟小斌的事咱不能掺和 我 跟你说话咱俩这么费气 我这些都是对付他赵修娟的招吗 以我对赵修娟的了解啊 你这些招啊对他不管用 那也得试试 去 咋办 凉拌 咋办 宣 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不能寻思枉法 谁寻思枉法啊 你这说的啥话吧 你这位置 当年是我达传给你的 我达当村支术的时候咋样 我当了二十多年村支术儿子 一点好没落着 我达可从来没有照顾过自家一分钱 我有啊 我照顾了 反正后山的羊卷 影响了整个后山的开发 我们家秀卷说了 这一啊 这羊卷已经建起来了嘛 对吧 二 这羊厂也是一个扶贫工程嘛 它牵扯着这一二十户评分户呢 再说 就这个羊卷 那是我们家秦田 这个扶贫工作队队长 人亲自定的嘛 那我们家灵芝这个生态旅游项目 还是你们家秦分规划的呢 那咱让你们家秦田秦分打一架啊 你凭啥让我闺女和儿子打架 那咋办嘛 反正我把话合掌 如果我们家灵芝连这点事都办不成 那你的功夫缘我就扯死 你撤呗 只要你舍得 秦雪儿 那咱这庆家也别做了 那就不做 你说回回有什么事 就拿这个亲家说说 谁怕你啊 秦雪儿 你这回事怎么了 啊 就知道护着你们家赵秀卷啊 咋啦 我媳妇儿我不护着 我让你护着 好秦雪儿 你等着 我就不信你没有再求我的时候 谁求你啊 我有啥事要求你啊 你咋就翻脸不认账 你当年盖小学的时候 你有没有拉过我的水泥 你行了 现在说后山羊眷的事呢 咋解决嘛 你扯啥以前的事嘛 你要扯是吧 那我给你扯 那小学的水泥 你给的是好水泥吗 好好好好好 咱不扯以前的事 那你是寸志叔 是吧 你心里应该清楚 这到底是后山的羊眷重要 还是生态旅游重要 你想清楚 再跟我说 我走了 妈 妈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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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您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 马上给您解决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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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爸 我还没见着今天呢 行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我都不敢回家了 还回家呢 爸 喂 爸 但你不能让我去说呀爸 你说我老说这个事算 爸 三座大山 舅舅还回家呢 妈说那片地是我规划的 要跟我算总账 算总账 田田 要不咱俩死问吧 能不能说点正经啊 我觉得这个行啊 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是 我是想说正经的 可是说正经的解决不了问题啊 那你们说我给咱妈的洋场 在其他地方再找一块地儿 怎么样 这个主意行了呀 你跟妈说 为什么 你的问题你自己说 为什么要我当炮灰啊 我又不用私奔 你要不愿意说 你就跟小斌私奔吧 私奔就私奔 就是 正合我意 姐 我今天来要先恭喜你 听说你这一个人 把合作的设斗给建起来了 还要带领十几户 凭工户一起来做 有啥可恭喜的 还是你 林芝 这些年是太厉害了 一个人走南闯北的 还把我们风源的药材 出口到国外了 你一个北方人到南方 那儿又热又潮湿的 你是咋过来的吗 确实啊 你看深圳那个地方 到了夏天是又闷又热的啊 我刚去的时候 不得到处跑着找工作吗 这一天下来啊 就是一身的肺子 可难受了 喝水 来 姐 我今天来啊 现在给你道个歉 我做这个后山规划的时候 确实不知道你们在那儿 已经建了个洋场 但我这个规划呢 也是个整体规划 你说要修改这么一个小局部啊 也确实有点困难 那么我今天来呢 就想跟你沟通一下 看看怎么怎么做呢 才能让后山更好 让村里的老百姓啊 得到的实惠更多 我知道明知 这些天啊 秦田秦分都在做我的工作 我是太为难了 不是我不让 是我根本没办法让啊 这个洋场 不是我一个人的洋场 是差不多半个村子妇女的 这个心愿 希望啊 你说那个酸汤婶啊 金银花呀 蚯蚓婶子的人 都在里面呢 钱都投进来了 种羊也买了 这肉联厂都联系好了 销路都有了 我要是一句话 让了不开了 这让我咋跟他们交代吗 我也知道 你弄这个后山规划 是为了风云送号 可是 这规划 眼下不还只是个规划 这到底能建成啥样 能给大伙带来 多大的好处 这环境能变成啥样 都还不知道呢 我这洋场可不一样啊 这给大伙带来的好处 马上就能看见了 这洋一洋大 就能卖钱了 说句难听话 我可以不养洋 这不是 有着玄安勤奋都养着我吗 但是那些贫困户咋办的 咱们不能一下子 把他们的希望给掐灭了 姐 你说得对 确实是我考虑得不够周全 就光想着这个整体规划了 就没有顾忌到乡亲们眼前的这些 具体的生活困难 那行 姐 你们这个羊啊 先踏踏实实养着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 改规划 灵芝 你说你们这规划呢 从规划到建成 咋也得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吧 你就把这两三年的时间给我 让我把这一批羊给养成了 等我们羊场有钱了 我们才找地方重新建厂房 好 灵芝 姐呢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是吧 等你们把后山建的 就跟那个旅游风景区一样的 那我必须得办呀 谁都不能煞风景不是吗 对了 灵芝 这后山你们到底是咋规划的 现在不是这个乡村旅游发展得 特别好吗 其实在我心里 咱们风源那可是最美的地方 是啊 有山有水有美景 所以啊我就找了一个专家 专门来做这个规划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看看能不能把咱风源 也建得像人家那么美 那太好了 灵芝 还是你有魄力啊 你看这金水河 是有梁叔跟我达的一个心愿 我想这两年好好地整治一下 让这金水河再活过来 在金水河旁边的建一些窑洞啊 来做农家乐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咱们风源的美景 旁边建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的餐厅 让他们来了呀 尝尝咱们当地的羊肉泡馍啊 雪条面 还有我酸汤婶的那个酸汤面 好啊 好啊 音质啊 反正呢 规划啥的我是不懂的 我就是觉得呀 应该给咱风源村的人啊 实实戴戴的带来一些好处了 这样姐 你就做我的监督员 这个规划有什么做都不合理的地方 你给我提出来 我让他们改 行 真是没想到 你这考虑的还真是周全 咋了 你以为我会胡搅蛮缠啊 怪我 我先给你赔个不是 我还得再替村里的贫困户 好好谢谢你 谢我 这一家人可不就得这样了 看见你跟娃们天天为脱贫的事情 这忙里忙外的 我也不能啥都不干呀 我有你这样的媳妇啊 这脱贫 行 这事哪怕是做碉堡 我也把她攻下来 给你当了一辈子媳妇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咱们风源村一步步走下来 靠的就是咱们互相帮臣 这脱贫的事啊 你是一个都不会落下的 等大伙的日子都好了 你也就能天天回家吃饭了 这话说得对人的吗 这扶贫啊 是咱和孙之后最大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我能干好 那心里也就舒坦了 干啥这大白天的 你是我媳妇嘛 这还怕人看吗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农场的 一点零版本啊 基本已经实现了 像咱们上千亩的这个 马兰红的苹果 还有这个光复农业的产业园 还有金水河和后山的 综合生态旅游开发 包括这个养殖的合作社 都已经全面落实建成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智慧农场 二点零 许问啊 你这也太高估 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你说你这一点零版本的 我们还没整明白呢 你这咋又整出个 二点零版本来 我们的二点零版本啊 其实就是一点零版本的 全新升级 比方说这个果业啊 我们不仅要种苹果 而且要对苹果进行深度的开发 我们要把苹果 做成一种工业产品 不光是苹果 还有苹果醋 苹果酒 苹果酱 还有苹果汁 我们要引进一条 全新的生产线 还有咱们的金水河 和后山的生态旅游 争取要在这个二点零版本的时候 开门营业 还有这些基于果业 和生态旅游的采摘员 农家乐 都要尽快搞起来 刚才听你这规划呀 我还有个问题 啥问题 你这规划里咋没有咱这个中药嘛 咱这中药也得发展嘛 你们不是说嘛 要在咱这个枫园村 搞这个搞那个的试验 等到试验成功了 要推向全国嘛 我是这么想的 咱现在村上有很多大棚 我要在这个大棚啊 种中药苗子 那就是种子 只要种好了 我把这种子也推向全国 咋样 爸 爸 我们都知道 你不是都已经开始了吗 对着呢 这个我决定第一批啊 咱这苗子就种那个 黑苟旗的苗子 爸 这个黑苟旗的苗子 可能是真的不行啊 为啥 我前两天在我一个同学那儿 看了一下最近的市场监测报告 黑苟旗去年涨价 涨得特别厉害 所以种黑苟旗的人特别多 种植面积啊 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四到五倍 所以你想啊 您的黑苟旗苗培出来之后 也到了下一季 也就是明年 那时候市场都饱和了呀 那您的黑苟旗苗再推出 再拿到市场上 那还怎么赚钱 这个是这个全国的监测 那去年黑苟旗这卖得这么好 咱们种的这点苗子 你说饱和了还能影响到咱们吗 不可能 达 我觉得秦芬说得有道理 他这么说是在为您考虑 这个枸杞苗可能真的不行 这咋是为我考虑吗 啥意思 你们说想干这干那的 我们说听不懂不想搞就不行 一定要搞 我们想搞点啥 你们也说不行 那咋 这都是你们对的 你们年轻人都行 我们都不行 这几个年轻娃娃 行了 重要的事情我定了 你们不用管了 好事好啊 可这将来就是 给人家打工的 你怎么办 原本搞这个养殖合作社 是想自己当家的 可是那个家 不是自己没当好吗 那群羊也没留下 你想好了就想 我是舍不得 可是就你说的 能养好羊就行 人家这个 倒是真的扶贫 你说人家明天就来 要核实咱贫困户的名单 人家是要一家一户的去看 看你到底真的是不是贫困户 你瞧瞧 那这羊场的地咋算吗 用咱村里的地 给咱叫地租 行 就算是为了贫困户吧 你瞧人家这上面写得多好 这个资金变股金 资源变资金 让农民变成股东 咱原来想的 就是给贫困户钱 让他们养个羊脱贫 可人家不一样 人家是你愿意到厂里来养羊 那你就挣这份工资 你不愿意养羊 你可以入股等着分红 多好啊 你觉得这牢靠多吗 牢靠 这个 不光是把你这个 养羊合作社接着搞起来 这还照顾着咱村里 不愿意养羊的屁股 好事吗 虽说这合同 签了厂子 跟咱也没啥关系了 但是也总算 在枫园的地上 留下点啥了 对 对着呢 你这不光是帮咱 枫园新村 干了一件好事 你这还是帮咱金水镇 干了一件大好事 牌子刮起来 厂子建起来 枫园村的妇女们 兴奋地参观着 她们充满自豪 这边用双手辛辛苦苦 建起来的羊肠 寄托了她们 对未来日子 更美好的奇迹 她们又会干些什么呢 林东啊 你又不养羊你来干啥 还好啊 这外头的地狱有太阳 你晒太阳是吧 晒太阳 你去吧 我不去了 我当妹子在这儿 我得给她撑腰 你腰还直得起来吗 还给人撑腰 没你啥事去吧去吧去吧 我不能找 我在这儿你说话有底气 也行 也行坐着吧坐着吧 那我先说 秀娟啊 那个争取得咋样了 我们能入股不 沈子 这个事啊我来跟您说 你一边去 这事我说 你俩丢一边去 这事我来说 这入股的事啊 是真不行 这是给贫困户的福利 这贫困户呢是有标准的 不是咱随随便便就说了算的 你们想一想啊 这入股三万块钱 每年分红五千块 到哪找这样的好事啊 要是人人都想入股 那你们不把人家厂子给挤走了吗 所以这个事呢 人家厂子来之前就说得明明白白的 这是福利给贫困户的 秀娟 这我们几个都是跟着你 征后山弄合作社 我们也都是合作社的成员吧 这 这到最后咋就没我们的事了 一有好事 那都给了外村人了 这我们想不通 就是 你说我们这啊 这个忙里忙外的 累死累活的 那咋一到挣钱的时候 就没我们啥事了呢 他们倒好 只要这一上名单了 然后呢 这啥也不用干 就天天拿钱 这 这啥道理啊 再有了 这咱们村办厂 凭啥让他们外村人来入股啊 啥外村外村呢 现在是枫园新村 再说了 这洋厂又不是村办企业 那是人家镇上的吗 徐 徐 这事是秀娟签的线 这我们到时候都知道吗 对对 咋又扯到镇上去 是我签的线没错 但是这洋厂的合同 是人家跟镇上签的 别急 不是 那我们咋办 沈子 您别急 听我说啊 村里啊考虑到了 咱们合作社成员的这个权益问题 所以啊都提前和厂里 还有合作社都商讨过了 咱们能到厂里上班呀 大家伙能拿工资 厂里头呢 就愿意用咱们合作社的成员 因为啊大家伙懂技术 用着呢放心啊 就是 另外呢 大伙家里如果有地方的话 还可以养羊 咱把羊从厂里领回去 免费的啊 这养成了呢 厂里还负责收购 还有 咱地里的玉米啊啥的 厂里也收购 你看 这样里里外外的 就好几层收入呢 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对对对 秀娟啊 田儿啊 你们这说的都是真的吧 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 行啊 谢谢 我给你讲故事啊 在我们学校有一位老教授 年轻的时候被分配到这里 刚出了车站就想走 可后来他一去图书馆 发现了一本现装书 这本书可是研究农业史的孤本 然后啊 这位老教授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真想认识这位教授啊 你们想认识谁啊 林志义 姑姑 坐 坐 请翻 怎么样 林志义 智慧农业的项目书我看过了 很有见底 调研呢也很详实 但现在有个问题 你的投资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啊 所以我只能投一部分 你也知道现在农业的投资风险 还是很大的 我必须要留足充足的流动资金 姑姑 你就帮帮勤奋吧 看你这猴急的 虽然我只能投一部分 但是我帮你联系了两家资本 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的项目过了关了 他们就会给你投钱的 MING PAO TUNE 一条河 弯弯弯曲曲 从山脚流过 一条路 坎坎坷坷 在游岸上跋涉 一种情千山万水各不多 一种爱万里挑天 一叶执着两颗心尽相依 千般今才希望 一年有一年同行修山河 风吹雨打不退缩 天夜上的情和爱 始终如虹 一条河弯弯曲曲 从山脚流过 一条路坎坎坷坷在游岸上跋涉 一条路坎坎坷在游岸上跋涉